炸雞翼 炸雞翼 誰不喜歡吃 還會用蝦醬醃得超香 每個人都超讚 首先用蝦醬 砂糖 再加水開稀 洗乾淨的雞翼拌一拌 再加生粉、麵粉和燉麵粉 繼續拌勻雞翼 大約醃兩至三小時 炸雞翼之前 大廚有提示給大家 想測油溫夠不夠 只要把粉漿放進油 立即浮起 這就代表油溫剛剛好 大廚還有另一個提示 炸雞翼之前 首先用少許水 和沫在雞翼上面 令粉漿平滑和均勻地沾滿雞翼身 炸出來的粉漿才不會厚薄不均 滾油預備好 就可以放雞翼 但放雞翼也有技巧 在低位和輕力向後放 這樣做就不怕油淺到自己了 先用大火炸 令雞翼定型 然後再轉小火炸 看到雞翼開始浮起 就表示已經熟了 再轉大火炸一會 目的就是逼回雞翼內的油出來 記住啦